高风车只要只要有地转 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天好看 现在要走一个隧道 从这个隧道这穿下去的话 就是到那个淮谷园了 好黑啊 今天我是拿的那个GH5的相机出来的 两斤多将近三斤的重量 举在手上 所以平常我出来拍视频 我不太愿意拿这个单反 就是因为这个太重了 好在GH5的防抖还是不错的 你要是拿别的单反的话 再配上一个稳定器 哇 拿在手上基本上就三四斤 看到了吗 我身后的就是这个 淮谷园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这个大手门 然后可以住宿的地方 小猪车站 观光的介绍所 还有一个私塾的纪念馆 我们一个一个看吧 首先我们先到这个淮谷园 它这有一些设施 应该是在修缮中 这个地方是 日本他们国家的一个 国家文化遗产 看到了吧 叫文化财 保护的地方 哎呀 这个地方没人 我不用戴口罩了 别死了 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这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古城 这是一个古城 这还可以租这个 不是租 免费借用这个轮椅 这里边好像还有个动物园 动物园好像已经关了 动物园是修缘 现在往那边就是动物园 但是动物园已经关掉了 目前 我们就往上走吧 有一个美术馆 有一个纪念馆 还有一个神社 进园他会给一个门票盖个章 200日元 相当于是 15块钱的样子吧 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往上走走看吧 今天是阴天啊 风好大呀 它这都是古代的那种 那种城里边 用这种石头堆的 全是这种 然后这个位置还有 这个人的这种牌子 昭和十年 这个是 艺术的署长 牧村雄二 这个是 二门的遗迹 二门 好 我们往这边走了 全是这些 碑 看一看 它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城楼 但是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 就像当时 咱们国内文化大革命那种性质一样 就是反封建 反迷信 所以说日本很多的古代城楼 在那个年代都被拆掉了 其实现在日本保留下的城楼是比较少的 这个地方的这个古代的城楼啊 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啊 我往里面走走看吧 这边是干嘛 这边是个遗迹 这有一个 靶场 射箭的 你看这上面 应该都是以前的一些城楼的遗址 可能现在都没有了 可能都被当时明治维新的时候 拆掉了 看 这些地方其实以前都是城楼 还有城墙 都被拆了 其实日本的这个明治维新啊 就跟中国的洋务运动是同时展开的 都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技术 然后建设这个工业文明 但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了 日本成功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 他们国家就都是洋枪洋炮了 然后整体的一个国民教育啊 引进了这个西式的这种教育 所以说他就寄点了很多的科学知识 好 我们现在到下一个 你看这些都是当年的遗迹 看到了吧 但是这些地儿都被都被拆掉了 都明治维新拆了 这一个展望台 怀骨神社 看到吧 这上面也是以前的建筑 应该是有些观望台之类的 就是古代他们打仗的 这都没了 然后这还有一个台记 都被都被拆掉了 只剩这个石头砖块了 我们往这边走吧 这边相当于就是一个 一个大公园 这有一棵好大的树啊 其实现在出来 像我这种逛街啊 其实时间不合适 现在冬天日本特别的冷 这些花花草草的全部都蔫巴了 没有了 要等着开春来这地儿的话 应该是挺不错的 鸟非常多 然后呢 也是 生机盎然的感觉 现在风特别特别的大 我的头发已经吹得不像样了 我不知道我带的这个麦克风 收声效果怎么样啊 反正也悬化 藤村纪念馆 我们进去看看吧 能不能进啊 看 藤村和小猪 他是一个工学的博士 还是一个设计师 工学博士 1961年那会儿的人 开馆中 应该可以进去吧 这块 这块不能摄影 不能摄影 纪念馆不能摄影 我就没法拍了 一会儿 这个是他们的一种植物吧 叫八重红枝锤 但现在全 全都枯了 要等着开吹才能看到 现在唯一能看到的绿色的就是松树 其他的都没了 今天我带的这个镜头是 奥林巴斯的 7杠14的镜头 换算成 全画幅的话就是14毫米的超广角 这个是武器库 这边有一个 小山 镜山美术馆 美术馆肯定也是不让摄影的 算了不去了 这个美术馆肯定是 不让摄影的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桥 叫醉岳桥 这块过去那边都是公园 还挺大的 今天的这个展览是 11月20号到3月31号 现在在展览中 好冷啊 给你们看我的手 冻红了 背后有一个亭子 我们就往前走吧 他们这个地都是那种沙子的地 然后上面铺了很多这种石子 走着还挺软的 这块应该以前就是他们的城堡 看到吧 这石头垒的 上面的话就应该是日本的那种 战国时候的那种楼 老城楼 以前我拍那个松本城 大家应该看过 这块应该也是有那种城楼的 可惜呀 都没了 这有一个他们卖那个 魏征的一个老店 这个应该 看这店的样子应该上百年了 都快塌了感觉 这房子都 这底下是动物园 但现在动物园不让进 我已经听到动物的声音了 对面是动物园 我听到那种熊的声音了 我得到前面自动贩卖机 我要去买一瓶热的饮料 太冷了 冷死我了 这个是 一个牌 风林火山 风林火山 看到了吧 这是有天守的 有怀骨神社天守台 天守台就是城楼 这是有天守的一线 这边还有一个马场 这个是祈愿的 这边应该是个神社吧 这有一个大神社 这有个大神社 看看 这有一个大神社 神子 祝福 哎呀不行了我要买瓶饮料 买这个热的柚子茶130块钱 走你 冷死我了先喝水 其实GH5的自动对焦还是挺不错的 很多人说对焦不行 但我没有觉得它对焦不好 当然拍一些职业摄影的可能不行 就是平常旅游自己拍一拍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看这块的喷泉 喷泉结的冰 好了喝完水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边又全是这种参天大树 好了今天就带大家参观到这吧 然后我要去他们那个美术馆和那个纪念馆里面去看一下了 那里面是不能摄影的 所以就不能带大家看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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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